下雨了,烧牛肉也下雨 撒点葱花 看这个牛筋哦 嗯,慢慢嚼,有味 早上到6点半,今天是8月10号了 吃个早上就走了 生姜割粉,荞麦茶 吃点炭饭 这个,这款姜丝 过去是39块钱一瓶 现在做活动,19块9一瓶 两瓶29块9 这边天凉得早 10点钟左右一天就凉了 我开着房车一路走来啊 都能遇到好人 像我兄弟这个啊 他也是不能退伍的 退伍老兵啊 人特别的 我这个鲜 昨天是他亲自把我牵过来 像兄弟这样的情意啊 我一路走来都能感受到 谢谢 欢迎你走 今天的路里第一是隋风河口岸,也是我这一次电竞行的最后一站,我现在走的是331,从东宁到隋风河这一条331国道是要收费的,20块钱,331这段路真的是太美了,如果有服务区我们想在这里再住一晚上, 前面走的都是中朝边境,现在走的是中朝边境,翻过这条山就是俄罗斯,已经到了中俄边境城市隋风河,今天的行程200是先去国门,到了国门这边了,看样子在国门这边露营是不可能的,这路两盘全停满了车,我车看样子也就只能停在这后面了,我身后就是国门景区, 在这里人多车多啊,景区里面是免费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拉了几节线,然后路到两旁,对面全停满了车 去国门也是要买门票的,50块钱一张,军人又带证免费,但是要带身份证啊,现在我们走进中俄边境,隋风河口岸,隋风河口岸,国门分三代,我们要到第三代口岸, 六楼才能看到俄罗斯,我们上去看一看啊,隋风河距离满洲里1500多公里,距离莫斯科6000多公里,距离二连浩特2000多公里,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 这个楼就是空中观光平台,上去啊,没有了观光平台,这边都有博弈啊,不怕我没有看清楚,这里啊就是中俄梦里通关公路,前面那个门,过了那个门就是俄罗斯的,这边是俄罗斯的工地,怎么会有呢? 俄罗斯车,往我们外面採igne,然后这边是一个劲書 jeans,那边是铁丝碗,这边是俄罗斯,对啊,就这些。 我千许大家只能看这些 为了给你们打卡 我从六楼下来了 近距离给你们拍一下 中国戒备 特别是贴士玩 那边是俄罗斯 然后这边是货车 贸易通关大门 就是边上 前面那个小房子就是俄罗斯的小房子 那边是工地 这边是俄罗斯的国旗 这边都是天使网 水泵河也属于这个旅游城市 我不知道我的房车能不能搞到那里面 去下去啊 看看水泵河的市区看看 有没有露营的地方 这个道路的车啊 旅游城市估计不太行啊 市里没法停啊 而且这个市区啊 不平你看 多数上坡下坡都这样子 还是到爱琴谷吧 出来以后 看这边景色也还不错啊 到了这边 你看这么多房车船车 都是 没办法 我只有停车里了 这里就是爱琴谷停车场 虽然说我不喜欢这地方啊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停这里了 这边都是船车 家家户户都在烧饭了 我也烧饭了 这个菜都准备好了 大煲菜 牛肉 辣椒炒肉 三个菜 一个汤 西红柿鸡蛋汤 牛肉 焯水 下雨了 烧牛肉 也下雨 牛肉 要把牛肉的水分 全部焯出来 烤完六面金黄 好了 白酒去腥 生姜辣椒 调料表白多 生抽 一点老抽 烧牛肉的牛蓬弯起来 辣椒酱 来一勺 加水 红烧牛肉啊 主要是掌握好后 烧二十分钟 停二十分钟 再烧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就行了 翻用移动电源 也煮上了 时间多了 来点牛肉粉 没有牛肉粉 来点鸡筋也可以 好 插点葱花 再炒两个菜 菜籽油 蒜子 烧菜 盐 鸡筋 盐 菜籽油 辣椒 盐 生抽 好 菜籽油 蒜子 草莓西红柿 加水 鸡蛋 盐 味精 葱花 三个菜一个汤 这边家家户户也在做饭了 有的在吃饭 所以我们旅行啊 它的魅力在哪里 它的快乐在哪里啊 有时候也是做点吃的 过碗瓢盆啊 这种快乐 是吧 发视频发了一个小时 在山里面 信号很差 菜都凉了 再点辣椒酱 老婆黑桥 红烧牛肉 牛腩 带点筋啊 这个好吃 来 咱们外面 好点 我这隔壁银鸡都吃过了 天也黑了 为了不错 他们这边牛肉好 这边干料 这边干料 主要是俄罗斯餐厅 主要是俄罗斯餐厅 我刚才发视频在俄罗斯餐厅发视频 俄罗斯美女赛哥站在门口 我在这边都能看到 利亚西餐厅 到任何地方 只要是好的房车营地 都是有很多车 所以我一般都是选择 在北方城市啊 我还是希望在室里 在室里的东西比较方便 这里房子传承了很多 很多车袋的地方 哎呀 看看要凉上美酒啊 喜欢牛肉啊 牛肉下酒 这回来录影啊 我喜欢蒸两个菜 其实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看这个牛筋啊 嗯 慢慢叫有味 来 咱们 敬你们啊 这边 清凉的早 所以你看现在他们啊 我说银居他们都睡了 我说晚上饭吃的也很吃啊 这个酒还要半杯把它喝掉 我就吃点干了 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要买了明天见哦